经建一个工业区 经过保育人士十年的抗争 这片三百公顷的土地 终于成为台湾第一个 为特定料理而设的保护区 在1990年、91年那时 这里大约有191只黑面皮牛 到现在 由191只增加到1,010几只 台湾的保育 那个阶段很成功 而且直接回贵给当年曾经 努力的保育人士 给他们得到一个正面的奖励 你看看 黑面皮鹿因为你们的照顾 生活得很好 雍儿聪是湿地保护联盟的理事长 原本是一位数学徒师 在十年的黑面皮鹿 淒地保护战之中 他向当地政府提供多年来 研究水料生态的科学数据 用数字生态的科学数据